这一类的根基,佛这一类的法门,他就不讲 所以中国也要晓得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讲经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时间不长 所讲的东西很有趣 没有讲的东西,那太多太多 为什么不讲呢,我们这一世间众生不契机,讲了没用处 凡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科与修学的 还有这一类的根基 所以他才说 唯独这个法门,是所有一切根基通通得利的 那么换句话说 这是非讲不可的 所以不单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众生 就是社方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 没有一个不守 普遍是和法界有情 因此一切诸佛如来 统统要说这个经 这个经变成在境虚空变法界 是共同空 而且是必修的空 没有一切诸佛不讲 没有一切诸佛不在谈 再看底下的白方 白方也略出五尊佛 不要画他 因为前面有智慧了 南方修慧,西方修福 有大智慧,有大福德 这个时候要做一点事情 什么事呢? 度化众生 佛菩萨没有别的事业 他的事业就是帮助一切众生 破密开悟利苦德鲁 这叫菩萨四叶 舍利佛不奉世界 有严谨佛,最圣经佛,南举佛 日生佛,网民佛 如是等横和沙俗诸佛 下面经文我们也把它省掉了 附会居足之后 那就一定要效法祝福入来 以弘法立身为自己的天职 为自己的事业 所以第一尊佛呢? 严谨佛 前面我们读过大严谨佛 此地这个严谨佛跟前面大严谨佛 一丝相同 前面大严谨佛是福慧刚刚得到的 刚刚修成的 是年终智慧刚刚修成的 福得还不够 现在经过西方这一段的时候 这个福报也圆满了 智慧也圆满了 这是福慧也圆满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担负起如来的事业 经上常讲如来佳业 要集成如来的佳业 是什么呢? 是弘法立身 就是要把弘法立身这个重担担当起来 这是严谨的意思 第二尊最深的音符 摄放世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 我们这个世界众生 六根当中二根最立 那些经商文殊菩萨 为我们这个世界检学云通 他老人家就很明白地说出 慈方真教体 亲近在英文 所以孔老夫子当年教学 是音声讲解说明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是用音声 讲解 耳根最立 这一听就开悟了 就明白了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经本 没有文字 完全是扣书 那么这个地方 最深的音符 音声 音声上加一个最深 就是最殊胜的 最殊胜的说实在话 就是演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在一切经中第一殊胜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这个主委要知道 这三经之中 虽然说五无量寿经是禁宗第一经 是禁宗的根本经 这个话说的不为公 它是把西方极乐世界 圆圆满满给我们介绍出来 让我们明了 相信 接受法愿修持 可是 最精简的 那还是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上 符合在此地 以性愿行 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 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勉我们 佛对于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 是在这一步经上 纵然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 不甚了解 听到佛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导 我们接受老师念了 也就决定了 这是这个经的不可思议 何况这个经文虽然不多 严谨意盖 经里面的意思是太圆满了 太丰富了 古来祖师大德 不给我们说明 我们自己是一定看不出来的 所以最圣因就是宣说慈禁 就是教我们念佛 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最圣之因 难举佛 举是障碍 是阻碍 这是比较鸿鸿正法 要勇猛精进 不怕魔争 魔争要知道一定有 为什么会有呢 我们生生世世造的卧业太多了 跟业气众生借的冤仇太多了 这些冤家债主哪有不找麻烦的道理 这不能避免 即使释迦牟尼佛在世 也实现了许许多多的障碍 所以学佛要记住 不是一帆丰盛 你要是一帆丰盛 那你的佛报比阿弥陀佛 比释迦牟尼佛还大了 那到哪里是找不到 你看六族惠能大死 那了不起 还在猎人队避难受捏 造了个难 造了个罪 不敢出头 那是真正得到异博 真正是得道之人 不是普通人 真的大菩萨 明心见性地 发生大死 你难道说他没有佛会吗 他有啊 还有灾难 还有冤家对头 还要躲避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妖魔鬼怪 到处都有啊 处处给你找麻烦 处处障碍你 你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说佛 佛为什么不忽念我 护法神为什么不保护我 你再去怪佛菩萨 怪佛法神 你就大错大错了 要知道障碍一定有的 要有智慧 要有定力 来降服他 所以要能够降服魔怨啊 所有一切的障碍 所有一切的障碍 障碍我们能够突破 就是这些冤家摘族啊 这是邪外啊 不能阻止我们 勇猛尽 勇猛尽 那这就对了 所以 要知道啊 克服一切的难关 菩提路才能够一帆风水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先开金本 七十四面 七十四面 最后一行 看日生佛 王 就是用这个 鱼王 大鱼的鱼王 罗王啊 用这个来做比喻 这一切苦难的众生 沦落在苦海当中 这菩萨要救他 用这些王都把他王起来 把他捞起来 取这个意思 换句话说呢 这是菩萨度众生的意思 这是宏愿度众生的方法 那么这无量的法门 就像那个罗王一样 王恐很多啊 无量法门呢 就像个罗王 以这个呢 来救度一切众生 所以称之为 我明佛 这个无量法门 诸位要晓得 一定到末后啊 要倒归即落 这个众生才叫真正的救路 如果不生净土 我们今天可以说是 十分的明了 不生净土啊 就决定轮回 这个是真正的事实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冷静去想想 就知道了 我们的见思烦恼 妄想执着的习气不能断 六道从哪里来的 就是这些东西变现出来的 果然妄想习气统统断了 你才能够超越轮回 可是有一类众生 他的定功很深 得到这个甚深定功的境界 这个妄想习气不弃信心了 他认为啊 这个就是大涅槃了 就是成就了 殊之他那种定叫做无想定 还在六道之中 无想定 虽然有定 就妄想习气 不现行 那病在哪里呢 病在一片无明盖附处 你出不去啊 换一句话就是 众生的难处 不堕落在妄想这一边呢 就堕落在无明那一边 无明是什么 你虽然有定 一片茫然 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叫无明 佛菩萨的定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之主 心地是一面清净 但是对于世出世间 一切万法 通达明了 它是光明的 它不是黑暗的 所以你要有很深的定功 外头境界通通明了 那就对了 那是真确的 假如有很深的定 外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这个小的 修成功了 也不过是无想定而已 将来死了以后啊 到四禅的无想天 无想天是外道天 这个修佛了 修成了外道了 外道也是母 所以这个不是究竟法 一切都要清楚 要明白 北方世界也是有横和杀素祝福 过于其故 出广场学乡 遍复三千大千世界 说陈世言 如登众生 当兴师 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乎念经 这一段呢 我们把它省略 不必再说了 跟前面是一个意思 再看底下 下方 下方呢 我们在这个经历里面呢 诸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佛看这个世界 跟现代科学家 所观察到的 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星球啊 东南西边四方 还有下方 下方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上面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这就是说明这个世界是在空中啊 没有说明星球 是在讲 这个意思就喊得清清楚楚的 下方世界 举出六尊佛 代表教化 普遍地推行 普及了 普度众生 比方这个意思 请看结果 先例佛 下方世界 有四字佛 明文佛 明光佛 大摩佛 法床佛 持法佛 如是等恒合 沙俗诸佛 第一尊呢 四字佛呢 是比喻 是比喻佛 佛说法 在 《经论》当中 我们常常看到 有四字佛 将佛说法 有四字佛说法 他身体就发软了 他就跑不掉了 甚至就下巴说水 下倒了 他就躺下去了 说明 私自的威力 那么佛说法呢 比喻佛做四字佛 就是一切邪门外道 都被佛法降伏住了 所以把佛说法了 比喻佛四字佛 那么菩萨代佛说法 所以菩萨称法王子 法王子代佛说法 于佛说法 无二无比 那么也可以称之为四字佛 那么我们的经论 看到 法王子 那么这个都是 比喻这个意思的 第二个名文佛 这是讲名称佛文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佛菩萨的知名度啊 像在中国观世音菩萨的 这是明文第一了 所以佳佳观世音呢 呼呼弥陀佛 确实观音弥陀在民间里面无所不止 许多人还不晓得摄迦摩尼佛 但是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 说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 说摄迦摩尼佛呢 还有不少人不知道 可见到这个佛菩萨呢 这是知名度最高的 那么知名度高 代表他 代表他 是人天大死 有能力 有智慧 有方法 教化一切众生 那么像在中国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文殊普行 乃至于佛门 各宗派的祖师大德们 那么这时都是代佛教化众生的 第四尊大摩佛 这当中还有第三尊明光佛 光比较智慧 明称普文必须由大智慧应激说法 那么法音才能够阅文 能令一切众生破灭开悟力苦得罗 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 那这个是借明文之后有明光 那就是实至明归了 不至于是个虚名 而是实至明归 那么大摩佛呢 这个意思就非常的重要了 它是表四尘 这个大法 四尘 从佛那里来的 四尘自佛 从佛这边来的 特别是直净土宗 阿弥陀佛传下来的 阿弥陀佛等于说 传给一切祝福 这一切祝福呢 是直接传给我们的 这是比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来的尊重 那么在中国禁宗祖司当中 我们能够看出这个现象 故宗的祖司都是一代一代成传的 这个老师传给底下土地 土地再传徒孙 这样一代一代成传的 有这个关系 唯独净土宗没有 净土宗这个列代祖司怎么产生的 是这一位大德 那么当然都是出家的 出家大德 一生当中 专修专虹 底下一代的人 推崇他 尊称他 某人呢 是净土宗 这一代的祖司 净土宗祖司是这么来的 不是一个老师 传一个老师 不是的 换句话说 他的私臣自佛 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不一样 那么进宗从这个会员大使最初提倡专修专虹以来 到明国年间 在历史上被大家公认的 专修专虹的十三个人 这个幕后是印光大使 这是近代人尊称他为第十三代祖 所以他不是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接着的 因此 因此 这个净土宗的祖司 被人尊称为大使 诸位要晓得大使是对佛的尊称 这个大使是对菩萨的尊称 那么这是佛学的常识 我们要知道 这个称呼人赞叹人不能太过分 过分了就等于骂人了 明实不相符了 所以唯有历代祖司的 唯有净土宗的祖司 可以称为大使 什么原因 大使是佛 佛有能力 叫一切众生成佛 佛有能力 叫一切众生成佛 所以佛是大使 佛叫一切众生成佛 佛叫一切众生成佛 用什么方法呢 信愿持明 叫一切众生成佛 叫他了 佛叫一切众生成佛 往生不退成佛 所以这个教法 跟阿弥陀佛 跟一切祝福的教法 没有连用 佛叫一切众生成佛 因同 果也同 所以称他为大使 这个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菩萨称大师 没有称大师 我没有听说观音大师 文书大师 文书大师 普贤大师 地藏大师 菩萨的精神 今天甚至于有一些出家人 在家同修 对出家人很尊敬 都称某某大师 这实在是错误的 我们学佛知道这些常识 不应该称大师 称大师 那就很尊敬了 菩萨里面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 称大师 开宿 正识 无量寿经里面称菩萨为正识 都是指点等觉菩萨 这些是尊臣 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 这是尊敬到极处了 但是成大师那就太过分了一点 这个要知道 这个法里面 最重要的是四一法 释迦牟尼佛灭读之后 我们学佛 依靠谁呢 如果我们 依靠的人与方法错误了 我们这一生呢 就谈不上成就 这是佛灭读之后 我们面与最严重的一个大问题 佛很清楚 虽然 入灭 离开我们 佛的心 没有离开我们 佛的愿 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他对我们 有个妥善的知识 那叫四一法 如果后来的人遵守佛的四一法 就跟佛陀在世没有离开 这个四一法里面呢 第一个叫我们一法不一人 这一条很重要啊 特别是善道大师 在观经 注节里面 你看 讲得 多清楚 多明白 人 是什么人呢 眼前 出家的这些法师 是人 比出家法师 修行功夫更高一等的 摩罗汉 辟知佛 比罗汉 辟知佛更高的是菩萨 菩萨里面更高的是法神大师 摄地菩萨 乃至于等着菩萨 都是善道大师说 这些菩萨大德仪下这些善知识 如果他所讲的 跟佛在经上讲的不相应呢 我们都不可以一筹 就是等着菩萨所讲的 跟佛说的不相应 我们也不能一筹 不但到此地 尤其更甚地 受方祝福来了 来教导你 说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讲的这个净土啊 是全巧方便 不是真实的 也不能一 为什么呢 佛佛到头 他如果是真佛 一定劝你 信愿持明求生净土 那是真佛 如果跟这个相反的 必定是假的佛 妖魔鬼怪变现的 不是真佛 为什么呢 佛佛到头 佛跟佛假的话 一定是一样的 不会是两样的 善道大师教我们 说明 要怎样一方不一人 这个第二呢 叫一意不一语 善语 善语 常说 短说 情说 深说 不要去 不必去执着 一死不错 就行了 一死最了就可以了 这一意不一语啊 第三个叫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这一句话重要了 前面这个一不一语啊 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就是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到中国来的 原本虽然是一个 梵经的人有很多 甚至于一部经有很多种的一本 像我们禁宗无量寿经 就有十二种一本 可惜呢 这个当中啊 是传了七种 现在剩下来的 还有五种 五种呢 翻的不一样 与不一样 一死也 这就行了 叫我们一意不一语 这样就不至于起争论 一死对了你就可以 那么像阿贝特经 也有两种一本 罗舍大师的一本 玄状大师的一本 底面文字不一样 一死一样 就可以了 这就是不必要争论 依罗舍大师这个本子修行 决定往生 如果一定要执着 这个本子好 那个本子不好 恐怕就都不能往生了 那就错了 所以不要在这上去执着 不要在这个地方去争论 那么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开始 一切今 要做一个比较 什么是了意 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的是了意 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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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里面 有一些 教人 求人天福报的说法 那可不能出三戒 佛为什么说这些经典呢 有一些众生 他的志向很烈 根本就没有意思 出三戒 他就是这个人生不错很好 来生还要做个富贵人 他就很满足了 那么佛对这样的人呢 也不能辜负他 你要求人天福报 我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 那么这个是不了意的 心思远大的人 晓得人间天上都是高六道轮回 这个很苦 实在是 这个西洋的这些戏剧 我看的少 中国的戏剧小说 我年前的时候看的很多 可以说呢 中国的古来的 现代人写的我不知道 古来人写的历史小说 里面都含着有很深教育的意义 对社会都有正面的影响 对社会都有正面的影响 你仔细去看呢 都是这样的因果报应 善因善果 我因我报 这个都有很深教育的作用 所以中国 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 中国的教育并不普及 为什么老百姓这样的善良 都是这些戏剧小说 这些民间艺术在教导 他们负责很大的教育工作 你多看看 多想想 苦固然是苦 落还是苦 他不能永远保持 不说其他的了 就说烈代 帝王之家 这是富贵到极处 富有四海 贵为天子 我们都历史 哪一个朝代的帝王 不一天到晚 提心吊胆 有人造反 有人搁他的命 那个日子不好过啊 怕别人创夺他的位置 你想想看 他这个生活精神压力 有多么大 如何能保全自己的位置 如何能把这个地位传给自尊 这个日子不好过啊 何宽其余 所以这个世间 六道里的没有真正的龙 佛给我们讲 三界无暗 犹如火之 那是真的事实 要看清楚 看清楚 看明白 这就叫看破 真看破了 你就没有留念 不值得留念 你才会想到要超越三界 超越三界 那么佛就交给你 神闻 缘觉 菩萨 这些法门 这都是超越三界 看你的志愿 志愿保守的 修下诚 心胸开放的 佛就叫你修大诚 总是满你的愿 但是讲到究竟圆满 正到向佛自己所证得那样圆满的境界 那才叫究竟 才叫究竟了一 究竟了一 究竟了一 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 只有一个 就是阿弥陀基 就是幸运持明 这个法子叫究竟了一 是法界当中 是叫你在一生当中 圆满正得佛果 其他所有一切法门 纵然是了意 是比较的了意 不是究竟的了意 要是跟这个法门来一比 他那个就是不了一路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 我们才会死心塌地地修许这个法门 如果对这个法门不能死心塌地修许 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 那么第四是一致不一实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理智 实实情实 这一条是什么 叫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选择法门 神门跟六道里面比 神门是了意 六道不了意 神门跟圆角比 圆角是了意 神门不了意 圆角跟菩萨比 菩萨是了意 圆角是不了意 菩萨跟佛比呢 佛是了意 菩萨不了意 我们一定要用理智去选择 选择究竟了意的法门 这个弥陀经是究竟了意 是了意 了意当中的了意 大臣当中的大臣 那么这是说 这个私诚自佛了 我们今天是接受 有如来教导 究竟了意的法门 跟其他的 这个不了意的经 完全不相同 那么换句话说 一切不了意的法门 我们不能够耐于情食 一定要把他彻底放下 不受人的影响 这个人名气再大 我们也不受他影响 那就是自己要有理智 会受人的影响 感情 不知不觉的是吧 落在情识里面 受人的影响 所以我常常 全面同学们 我们皈依 不是皈依某个法师 我们皈依阿弥陀佛 人家问你 你跟什么人修佛 我跟阿弥陀佛修佛 这是对的 确确实实 我们一弥陀经 一净土三经 五经 我们真的是 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了 做佛的好学生 好弟子 吴亮寿经常讲的 如来第一弟子 这个确实是要有理智 是不是 一知不一识 这个特别是弥陀经 跟这个大师之 这是云童章里面所说的 五经里面 这个梁中经讲的 真正讲到 专到极出了 纯到极出了 一步经 一步经 甚至一句名号 其他的统统放下了 人心定了 所以同修来跟我说 心不定 为什么心不定 想东想西 这个也想学 那个也想听 你的心怎么会定得下来 你当然定不下来 还要搞六道轮回 这个不能怪别人 怪自己放不下了 懒得太多了 所以真正想成就 一切放下 一法不一人 法里面叫我们 一切放下 那个人叫你 哎呀 那个经也很好啊 那个也很重要啊 你要看这个看那个 那是人损的 一法不一人 大师之谱上 你看夏林队老爵是赞叹的 禁忠出主啊 法界出主啊 他老人家交给我们的 就是一句符号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不需要任何的方法来帮助 就是这一句符号就成功 怎么个念法呢 都是六根禁念相继 就成功了 禁念 竟是绝定不许可掺杂 还掺杂别的干什么 没有必要了 学论言 学法话 学华言 都没有必要啊 说实实实在在话了 都叫障碍啊 你说障碍什么 障碍你的清净心 你今天心定不下来 就是背这种障碍了 还不救护啊 还不救护啊 通通学气 通通放下 学诸诗大德 三藏十二步 让给别人 为什么让给别人 他放不下嘛 放不下的都给你 我放下了 不要了 通通不要了 这个不要的人啊 心定了 想多要的人啊 心是永远丢不下来 念佛三昧 他没有份啊 彻底放下的人啊 念佛三昧成就了 这个是智慧的抉择 一致不一世 我们能遵守佛这个教会 等于我们跟在佛的身边一样 没有离开佛 后宽这个净土三经啊 是一切祝福真实教会 究竟了一眼 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 隋唐时代 古大德做的比较 说明了这个事实啊 他们比较 释迦牟尼佛 这一代所说的经 四十九年所讲的经 做一个通体的比较 大家都认为 华言第一 所以华言称之为根本法轮 称为金中之王 华言跟无量寿经一比呢 无量寿经第一 这是第一的第一 这是第一的第一 为什么呢 华言到最后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 才达到登峰造极 达到究竟愿满 那么无量寿经 弥陶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 最精彩的本子 无量寿经是弥陶经详细的说明 这两个本子是同一个本子 所以古人称为大本小本 同一步进 同一步进 华言最后归到净土啊 净土是华言的归属啊 是华言的总结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第一 古人比较到这个地方 我在讲经的时候 我说我们不妨啊 继续 再往前面来追究 无量寿经 下劳局是汇集的这个氛围 四十八瓶 这四十八瓶里面哪一瓶第一呢 我想大家都能公认呢 四十八瓶是第一 第六瓶是第一 全经里面的底 四十八瓶里面有四十八条 哪一条是第一呢 这个我们不要去费心了 古人说过 四十八瓶是第十八瓶底 第十八瓶讲的什么呢 十念毕生 十念毕生就说明了 持明念佛地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才真正认识了 真正明白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个字不可思议 这样一个比较 一个 推就 得到的一个结论 原来名号功德 是这样的 一句名号 包括一切经 一切法门 没有一个漏掉的 所以说你一身阿弥陀佛 就把所有一切祝福 统统都念到了 一尊佛都不漏掉 一记一切 这是《华人经》上说的 到现在 我们才真正搞清楚 真正搞明白 那个 一是什么呢 一就是阿弥陀佛 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念一切祝福 念这一本《梅桃经》 就是念十方三世 一切祝福所说的无量无边的经文 这一部《梅桃经》就是了 这个搞清楚搞没有 那其他的还不放下吗 那自然就放下了 原来放下的是渣子 我要的是精化了 这是一切法门的精化了 就在此点 所以一定要有理智 要有智慧 你才会选择究竟了意的地方 这个法门 许言定了以后 底下持法服 这个底下有发床服 发床是表为众生 给众生做一个示范 见发床列宗旨 我们自己走这条路 也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认识这条路 明了这条路 发愿我们一同走这条路 把这个经典发门 普遍的宣扬推广 利益一切众生 这叫经历法创 明过初年 映光发丝 在苏征我令阴山 做了一个榜样 当时是中国 禁宗唯一的一个道场 这个道场是确确实实的 叫释放禁宗道场 他里面没有派系 没有分别 任何一个人 他都接纳 只要你发信 专修金宗 他都欢迎 这个道场 不收徒弟 收徒弟将来就由派系就分 所以任何出家人 到了里面修行 地位都是平等的 而且在这个里面 不可以收徒弟 不做发挥 不传戒 传戒也会切离派系 甚至于不讲经 专门念佛 一年三百六十天 每一天都是大夫妻的样子 所以叫常念佛妻道场 进到他这个道场里面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我们今天进宗道场 也希望能够追随印族的规矩 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经 为什么要讲经 不讲经 在现代这个时代 大家对金宗误会的态度 一定要讲清楚 讲明白 已经进来修行的人 心定了 还没有进来的人 听了之后 生起 两目之心 也会进来 当然 讲堂跟念佛堂要分开 而且不能勉强 喜欢专一念佛 不喜欢听讲的 我们不能够拒绝它 不能排斥它 你专心念佛 好 念佛堂去 还有疑问 还没清楚 想加强信心 多了解一些 讲堂也可以来听听 总而言这句话 讲堂的时间短 念佛堂的时间长 比如说一天念佛八个小时 听经两个小时 用这个方法把金宗推广 弘扬到全世界 这叫真正报佛恩 真正的成就自己 所以底下的时候 持法福 持是表示 自己跟大众 志同道合得大众 我们能够依教修行 就像欧益大师前面教给我们 敬宗的学人 必须随顺祝福 真实教会 倔志求生 永无疑惑 没有怀疑也不迷惑 这个法门是一切祝福的真实教会 下方 也是无量无边横河沙素 像其他的四方佛一样 都是出广场学相说成事业 劝导一切众生 当心事 称赞不可思议 一切祝福所乎年轻 那么欧益大师这个柱子里面 慈戒水轮金轮风轮之下 佛由夏戒飞飞向天臣 乃至重重无敬眼 这个意思就不必多说了 指我们这个世界的下面 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大魔赐云法 大魔是凡于 法是个建筑金 中国意思称之为法 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 上方 一共说了十尊佛的名号 十代表大圆满 所以作为总结 表决心圆满 一身成佛 特别是指这部经 这部经就是 决心圆满 一身成佛 难得了 十代表大圆满 实实实在在不容易 我们这一身遇到 真的是幸运了 多少人遇到不认识 遇到不知道 那真叫可惜啊 当面错过了 这个认识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我搞四十多年才认识 才搞清楚啊 难啊 实实在在难啊 有些人一生 都不认识 都错过了 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这里佛上方时期 有凡阴佛 秀王佛 香上佛 香光佛 大阎间佛 杂色宝化 阎身佛 苏鲁疏王佛 宝化得佛 尽一切意佛 如须米山佛 如是等恒河沙素 祝福 我们看看了 这个圣尊佛号所表的教义 他教我们什么 反应 反是亲近的意思 反应是亲近因 说法亲近 主要是表这个 这个六方 第一个东方 说明我们修学基本的态度 我们习求的目标 一级修行 方法的纲领 东方显示出来了 南方显示出这个法门 是以心心本具的智慧 这个法门是大智慧的法门 没有大智慧 不会选择这个法门 所以这个念佛 是把弥陀 无量界所修的真实的佛会 变成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要是大复得的法门 大会也大复啊 只要您念得相应 所谓相应 就这一句名号里面 有真心有契约 真心切愿 持明 同时 这就叫相应 心里面有愿 有持明 愿里面有信 有持明 持明里面 有信有缘 这一二三 三二一 这叫相应 接着 复会成就了 担负其如来教化众生的事业 到前面下方 把这个教化众生的事业推广 发扬光大 普遍利益众生 到最后上方所表的 达到圆满 究竟圆满 所以这个第一尊佛呢 说法要请进 说法里面 如果还有明文立养的 喜求 那就不清静 说法 纯粹是为了利益众生 虽然利益众生 不做利益众生想 这才清静 明文立养都不要 我天天在这里做利益众生 还是不清静 还是做了相 所以真正清静 就像如来 说而无数 无数而数 做了许多利益众生的事 心底干干净净 一点没有燃住 就像完全没做一样 这才是真清静 那么如果要照金刚经上讲法呢 更容易明了 金刚经上说的好啊 若菩萨有我相 仁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即非菩萨 这的确值得我们常常反省 菩萨是什么呢 菩萨是觉悟的众生 那不是菩萨呢 那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 换一句话说 你还有四项呢 你就迷惑颠倒啊 你没有觉悟啊 这是金刚经前半段的开始啊 后半段呢 将四剑 四剑比四项更威胁 剑是什么 剑结 你还有这个念头啊 比那个着相更威胁 不但相不能着 念头都不能用 还有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那么换一句话 还不算是真真究 换一句话说 你的心并不亲近啊 可见这个亲近心 它确实是有标准的 不是我们以为 我的心很亲近了 那不竟然 那是你自己的标准 不识佛法的标准 第二尊呢 秀王佛 这个字不念俗 念秀 心秀 这是比喻 心秀很多 心秀当中最大的 我们称它做 心秀当中之王 那么这个我们不去论它的实际 只论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 我们肉眼可以看到 晚上看到这个重心 月亮光最大 月亮是最大的 就是论我们眼睛看到的 就是论我们眼睛看到的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 把这个心呢 代表佛所讲的五量法门 新秀当中之王呢 那就是最殊胜的这个法门 用这个法门代表大乘法 所有一切法门里面 大乘法最殊胜 使无上道点接近 所以用秀王代表大乘 相上佛代表大乘里面的接近 大乘法里面很殊胜很快速 那是什么法门呢 禅宗 相上代表禅宗 你看六祖大师谭经里面 有传相忏悔品 好像是第五品里面 传相忏悔 就是传授 这个禅宗修舍的方法 在谭经的第五章 就传相忏悔 无分法身相 就是戒相 定相 慧相 谢托相 谢托之间相 这个无分法身相 所以这个相上是标禅宗 禅宗是大乘当中的大乘 大乘代表禅宗 大乘代表禅宗 就是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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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代表禅宗 禅宗 禅宗 禅宗里面的禅宗 在禅宗 禅宗 禅宗代表禅宗里头的禅宗 所以它是顺于顿朝的法门 第四尊香光佛 香光佛是代表禅宗念佛法门 你看大师之菩萨在元通章里面 称为香光庄严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 它的特色 第一个是光明 光明世界 第二个宝箱 西方极乐世界 任何物质都放向起 所以西方世界 也是宝箱语言文 香光庄严的世界 这是禅宗宗 禅宗宗是金中间 没有比这个更近的 大臣是禅宗 禅宗是金中间路 净土宗是金中间路 这三尊佛 把这个了意 究竟了意 圆满的究竟了意 为我们显示出来了 我们要是认清楚 明了了 当然自己就知道怎样去选择 这三尊佛 第五尊 大严见佛 这个名号前面皆是故 但是在此地 他表的意思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是代表自己 全时两种智慧的成就 应当要担负其如来加一 那是在前面那个阶段 这个地方是圆满的阶段 他的表示是把最殊胜 最上的发门 传给大众 传给大众 必须是有缘之人 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那无缘之人我们要不要传呢 还是要传 不能说无缘就不说了 无缘也要说 说了 他不得受用 不得受用是将他经事不得受用 经上常讲 一粒而根永为道众啊 他阿赖耶士里头有了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种子 将来多生多吉 甚至无量之后遇到佛了 他就这一句名号 他这个语言成熟了 他也能往生 不是现在往生就是了 所以 所以不管是有缘无缘 遇到一切众生 我们都要把这个最上的顶法了 一定要传授给大众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 念这个佛号 所以念佛号 为什么要你念出声音 念出声音呢 别人会听到 别人听进去了 那就传给他了 这无上的顶法就传给他了 没有人呢 我们可以默念 不要出声音 遇到有人的时候呢 就念出声音 让他听见 我们这个法就传给他了 他还不知道 菩萨用心跟凡人用心不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许许多多 这个阿弥陀佛的天使 用意都是在此地 你们的车上 可以听到停车场 人家一看到念一句阿弥陀佛 眼睛看一下 阿弥陀佛之无上顶法 阿弥陀佛 目的在此地 对外国人 我们也用英文翻译的 南无阿弥陀佛 我这帖子我们都印了很多 一般人不晓得 这个功德第一次大了 我们以这个功德 回向求生净土 这是与阿弥陀佛 与一切祝福 同心同怨同心 那么这是一生成佛的方法 第六尊雅 第六尊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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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释迟佛在我们这个世界 讲一生圆满的经典 只有一生圆满的经典 只有一步花眼睛 是讲一生圆满 用善财同心 作为一个修行的榜样 那么善财 这个一生圆满呢 实在是 普贤菩萨 舍大愿望 到归结路 他才是一生圆满的 这个杂色宝花眼神 就是花眼的意思 这个花眼睛就是杂花眼湿 这个眼湿就是庄眼的意思 彼作一个大的花园 这个花园里面 各式各样品种 通通居足 没有欠缺的 这是比喻佛说法 无量无边的法门 没有一个欠缺 通通包括在其中 用这个来比喻 这种佛的名号 也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仔细去想想 深深地去体会 效法 和学习善财童子 它是我们修学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第七尊 苏罗树王佛 苏罗树是表就近坚固的意思 在印度这个书是非常坚固的 佛常常用它来表坚固之法 那么这个地方是代表我们圆满正德就近坚固 那就是圆满正德就近坚固的 那就是圆教的福果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法王 所以苏罗树也表密宗的意思 说明近坚固 表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从近中近有近 这里能够看出来 近中与大臣与禅是不二法 那么在行门里面讲呢 这个修行呢 总是禅 近 密 这三个法门 这是修行的纲领 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 就是甚深的禅的境界 不但它是甚深禅 而且也是甚深之密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纯粹是凡语 没有翻成中国意思 就是密咒 而且是无上的咒语 是大宗词的法门 念佛人 念佛人往往不晓得 所以念佛人 实在讲的 实在讲呢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包括一切大宗语 这一句名号 禅宗里面说 也圆满修了 又包括了密尘 密宗里面 无量法门 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 通通修了 圆修圆正 这是佛的名号 这是佛的名号 在此地表达着这些殊胜的意义 包华得福 这一尊佛是表圆满的包神 建一切意义 是表千百亿化神 像《金刚经》上说的 如来无因悦民 蒲印群积 建一切意义 如须弥山佛 表清净的法神 是宇宙万有的本体 所以末后这三尊佛 表的是法神 暴神 印花神 一体三神 跟这个东方里面讲的 这个三尊佛 法暴印 你看 前后照印 前面 东方提出 是我们心里向往的 习求的 到末后啊 上方啊 这个三尊佛 是表我们亲自正的 这个才就圆满了 所以 这个 六方佛这一段经文 世尊佛 世尊为我们 设出 祝佛的名号 寒意 非常之神 这是暗中 也就是我们讲暗示 暗示 念佛人 从初发心 到云满菩提 我们这个一生走的这个路程 经历 重要的这个阶段 这六方就是六个阶段啊 就像华银经上 善财童子 五十三残 五十三残也是暗示我们 修学 从初发心 到成佛 这个当中的历程 应该要怎么走法 这个是 六方佛表达的秘义 不单单是 出广场学相 说臣事业 却我们 以这个经典修行 不仅如此 所以它 有更深密的意思 在其中 那么佛度众生 众生接受佛的教导 这个里面 有难 有义 有情 有甚 总而言之 都在一个语言字 所以佛法 非常重视 很重视 都在一个语言字 云之所在 众生与佛 就有恩德 在其中 那么佛教化众生 众生很容易接受 很欢喜的接受 佛说法 就能把他过去的善根 启发了 触动 那么换句话说 佛为众生做增上缘 他无量界的善根 这个时候先揭露 这他成就啊 同时 佛的光明 愿力的加持 能令魔障消除 魔不能干扰你 能令你心定下来 智慧先起 都在一个语言字上 我们学佛 学佛很多年了 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我们的语言差了一切啊 没有肯一教奉行 没有认真地去修持 不但修持 就是佛所讲的话 他真正的意思在哪里 还不清楚 这开经济上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如来的真实意 我们还没搞清楚 修行 当然呢 就不如法了 都在这个 语言不具足 可见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那么弥陀 众经上都说 它是法界葬身 所以一念一切念 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 念这一部经呢 就是念一切经 生到西方净土 就是生到一切诸佛查处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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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